最大件事就是無認別人的身份 去寄恐嚇信給一個大台 恐嚇一位大哥 不過就不開名了 一會兒那位大哥無端端在直播的時候說 咦? 我也不認識一個無良軍師 那就不要了 順便趁這個機會再一次 跟那位大哥說一聲不好意思 那就打擾到你 怎麼說呢 因為都是因我而起 雖然我也是一個很無辜的人 但是那個人認識我沒辦法 大哥你又不要無端端說不認識無良軍師 這次無害你命 你之前沒有認識我一個觀眾 去寫信給大台那位大哥 人家都報警 人家有警察去你家拍門 你又不開門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呢 你開門嘛 行得正 站得正 怕什麼 對不對 但是你沒有了